人一旦懒惰 你再有钱 也是完蛋 人再有成就 再聪明 只要你一懒惰 就报销了 为了住别墅 你就用过懒人生活 来吸引人家 可以这样做吗 可是你跟他讲 他不会认错的 他认为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市场导向 有这个市场 那我这样讲 有人买 你能怪我吗 我已经讲出来了 人生最可贵 最基本的习惯 是一般人 没有讲出来的 就是平良心 平良心不是一种习惯 那才怪的 应该先人就是不平良心 他不平良心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了 你很难改 有市场 人赚钱 好卖 我可以加薪 全家人都因我 额光彩 老板看到我就笑嘻嘻的 他错在哪里 我不想他错在哪里 他就是一个不平良心而已 所以我们家一定要记住 平良心是一个无形的资产 最可贵的 从小要养成习惯 至于数据